很認真的要告訴大家 不要在BigPay上面綁定銀行卡 正版的是Maybank2U.com 翻版的是Maybank2U.com 很會吵 很會 好賺哦 賺很快哦 300塊哦 贏3萬塊哦 Hello everybody 我是可恩 網絡詐騙3.0來了 是不是沒有講過咧 網絡詐騙這個系列竟然可以跑到第三集 我也是沒有講過 哈哈哈 OK 今天繼續 你敢學 我就敢講 分享四個最近網友 PM我他們的中找案例 很恐怖 很心寒 馬來西亞人才被除 我每次LB啊 Prada Gucci 這種大剪輯的時候 就算是MCO 就算是排隊哦 都有人衝著去買的 證明經濟也不差嘛 但是為什麼騙子還那麼多咧 第一個就是BigPay詐騙 這種詐騙方式火了一段時間 但是接下來這個case 是我的朋友 親身經歷 最近財幣卻告訴我的新鮮滾熱啦 BigPay 有常去旅行的哦 應該都懂這個卡啦 就是很多人是因為要買 Asia的便宜機票 才去申請的一個會員卡 這個卡哦 非常方便 除了我買機票便宜之外哦 你只要去到外國 你可以直接轉換當地的匯率來用 但是我在這邊很嚴肅 很認真的要告訴大家 不要在BigPay上面綁定銀行卡 OK 故事是這樣的 我的朋友的BigPay卡呢 一箱都綁定了他的Public Bank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 騙子裝扮成BigPay的員工 打電話給他 跟他講 Hello啊 是啊 我們check到你的BigPay的account 有XXX的問題 所以我們暫時把你的account block住了 聽到這樣子我的朋友 馬上去登入他的account 還真的是被block了 我是不懂那個騙子怎樣block的 但是他們有辦法做到的 然後騙子繼續問 So 是啊 你要開回account嗎 我可以幫你的 然後你要順便換買你的card嘛 因為我那個藍色旧的BigPay卡 多兩天不能用了 我們現在全部換去紅色 新的 Premium 的 然後我的朋友就傻傻講OK咯 反正也是換新卡不了嘛 然後這個騙子就要求一些 BigPay上面的資料 準備做資料轉移 So 你們的嬰兒也要一起 從旧卡搬去新卡 然後他就傳了我朋友 一大堆OTP啊 TSC啊 奇怪 我朋友收到這些TSC的message 全部都是由 BigPay Malaysia的Sendiamber 他寄過去的哦 名字是一樣的哦 很會吵 很會 我朋友就信我因為很真嘛 然後就把那六個TSC number 念給他了之後 那個騙子哦 還Send一個link給我的朋友 叫他重新lock in 叫他重新綁定銀行卡 這很舊的record啊 加錢啊 就會全部搬來新的卡 好啦 做完了啦 record沒有 錢也是跟著沒有 我朋友call去銀行 銀行跟他講 因為是你自己給的這個TSC 所以真的很難追得回 我真是不明白哦 為什麼有人不做 要去做騙子 你可以去做租 那除了換卡哦 BigPay騙子也有幾種battern的 第一 因為現在COVID不能出國嘛 你之前跟航空公司要求過 機票退款 他也知道的 然後他就會辦成那種 要退款給你 跟你要信用卡號碼 第二 跟你講你的BigPay卡啊 中獎了 中獎四千塊 要你給OTP啊 TSC啊 然後很多人就一下子 鬼迷心窍就給了咯 這裡我要跟大家講 所有支撐是中獎的 要換卡 換什麼Premium卡的 Please 直接蓋電話 BigPay沒有送獎 也沒有換卡 全部都是騙局來的 就算BigPay真的換新卡啦 他直接寄給你就好了 他不用問你的 因為他都有玩你資料料 所以咯 還是那句 盡量不要綁進銀行卡 因為現在也不能飛嘛 你就解綁掉它 等到你真的可以飛的時候 你再綁回 盡量減少這個被騙的風險 第二個 真假Message 真假銀行 無論你是什麼Bank都好 你眼睛放大看清楚 因為真的太可怕了 正常咯 當我們在Online買東西 扣錢了之後咯 就會收到銀行 Send過來的一個Message 證明你有消費 就像這樣子 片子很厲害的 這些Message 全部拆得一模一樣 比如說 假的Nazara買東西Message 假的SendQ消費記錄 假的銀行通知 然後這個Message的下面 還會給你一個Link 或者是電話號碼 叫你Callback 我告訴你 這些全部都是假的 OK 怎樣看 第一 睜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那個電話號碼 是不是銀行的電話號碼 第二 睜大眼睛看清楚 那個Link 是不是銀行的Link 我自己也習慣說 如果我真的收到這樣子的Message 而我又沒有買這個東西 沒有花這筆錢的話 我會自己上網 去搜尋銀行的電話號碼 再Call過去 而不是去Click這個Message 裡面給的那種Link 或者是那種電話號碼 除了Message 我剛才不是講 這種片子很會抄的嗎 他們做了很多正版 跟翻版的銀行網站 就是趁你一個不小心 一個看走眼 一個Lock in 你就完了 比如說最近很火的Public Bank Public Bank的網站 但真正的是www.pbebank.com 但是片子做了一個 www.online.pbebank.com 裡面的design哦 是一模一樣的啊 如果我是沒有留意啦 我都會信 再來就是Maybank 正版的是Maybank2U.com 翻版的是Maybank2U.com 沒有差別啊 我自己看了很久 都看不出啊 你們留意那個A 是不同的 再來還有City Bank 正版的是Citybank.com 翻版的是Citybank.com 還是那個A 還有就是Bank Nagara Malaysia 他們之前的確有做過一個App 叫做B&M 但是在去年11月 就已經宣布停止用了 沒有再用了 片子最近又重新做了一個假的B&M App 就是等人登錄 Lock in 然後裡面錢就偷完 這個Case是成功偷走174萬的 這些都是非常小的差別 但是卻足夠讓片子去騙完你所有的錢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點任何的Link 不要相信任何人Send給你的Link 你自己去Search 因為Bank是不會自己SendLink給你的 第三 殺豬盤 誰是豬 你咯 殺誰 你咯 什麼盤 投資或賭博盤咯 殺豬盤最大的賣點就是 放長線 養大豬 等到你的豬養到肥肥一百百之後 殺掉 這個才叫做殺豬盤 第一步選目標 通常都是單身的男女啊 想賺快錢的 有錢 但是覺得人是很無聊的那種人 第二步 拿到你的信任 還是那句啦 人靠衣裝 他不穿的好看一點 Attas一點 你這樣相信他真的賺到錢呢 然後你看到人家醬油米 你也想要取養老養飯糕的嗎 是不是 然後這時候 你就會慢慢的踏入他的陷阱 成為一個等待被 嘶嘶嘶嘶嘶嘶嘶的豬 第三步 慫恿你投資 或者是賭博 他們會跟你講 欸bro 不要講我有好東西 沒有YAK你啊 我最近玩了這個投資理財 好賺哦 賺很快哦 300塊哦 贏3萬塊哦 風險小 利潤高 穩穩 steady bomb 你要JOY啊 就快一點哦 不然吃點啊 沒有了 只是嘴巴講哦 是賭稅福利的 這時候哦 他就會拿出一堆 假的盈利圖表 走勢圖 股市分析圖 期貨價值漲富規律 就好像一些好像很專業 好像是特工的投資俗語 就好像最近哦 我在Youtube看到一個廣告 是說用800多千 賺到2.8M 哇很多哦 很激哦 講真的 我不懂是不是真的啦 但是我不是很相信 反正哦 就是讓你有聽沒有懂 讓你覺得這個brother 哇很有頭腦 很有煙光 很有遠見 但是我要告訴你 這些投資盤哦 全部是騙子自己做出來的 盈利 金錢 賺多少 全部可以自己後台改的哦 如果這時候你決定投資 你就完了 當然一開始他會讓你賺一點點 讓你吃甜頭啊 你就會發現 哎可以耶 但是後來當你丟大錢進去 你就真的拿不回了 直到有一天哦 你真的錢拿不回了啦 他就會跟你講 哎brother啊 這個盤有路動哦 那個負責人哦 跑路了 我啊 現在也是給警察 check 這個啊 你的net message 全部幫我抵掉他 我不想害你也中啊 ok啊 bye 一句bye哦 就想撇清關係 撇到一桿二進 你的錢想要拿回 不可能了的 ok guys 我不是說不能投資 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低回報率的 你沒有興趣 高回報率的 就有高風險 超高回報率的 99%都是騙人的 1%是好運 股神巴菲特的年收益哦 才20% 超高回報率的投資 這樣容易給你買的到嗎 而且哦 很多受害者哦 被騙了之後 都不敢去報警 因為聽信了brother講 覺得自己買的那個盤 真的是有漏洞 真的會報警的話 會給警察中lock out的 Please啦 這種投資網站都是騙子自己做的 他當然是喜歡你不要報警啦 受點還可以繼續去騙別人嘛 所以 如果你遇到這種騙局 唯一的辦法就是報警 Alright so 第四 Income tax 詐騙 其實這個case也不是什麼新的詐騙方式 每年一到報稅的月份哦 就會來了的 而且肯定也是有人中的 就是某一天你會收到一個call 自稱是來自稅收局的 Miss啊 我們哦 check到你有一個賬啊 少報啊 10千啊 你沒有誠實承報 正常的情況你肯定是講沒有的嘛 然後他就會繼續講 Miss啊 這是我們check到哦 真的是有哦 會不會有哦 是你的set income咧 你做part time 然後或者是公司給的bonus 或者是別人給的commission 所以哦 現在你會中一個summon 就是那比賬了150% 也就是15千 你要馬上處理哦 但是我們現在呢 有推出一個寬限期 就是說你在7天裡面有扣50% 過了7天之後你就要全額付款 如果你還是堅持沒有的話 他會講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會把那個summon 的email給你 你就全額還掉吧 如果你不還 你就會中blacklist 之後你買車 買物資 或者是你旗下的產業 全部都會被凍結 這時候你就會load 你load 你就會答應付款 各位 無論你有報稅 沒有報稅 或者是逃稅哦 任何關於稅務的問題 都只會通過Hassil Care Line的熱線 它的總行 或者是分行 打給你 或者是你自己上網去search 稅務局的電話號碼 自己call他們 好啦網絡3 網絡3.0 好啦網絡贊片3.1 就要自己結束了 一不小心哦 就拍了3集 不是業配 也沒有業配的內容 單純希望看了我的影片的人 可以記得我講的這些案例 不要輕易被騙到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現在mco嘛 大家都是online交易的啦 這樣更多騙子 唯有資保才能保別人 ok so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吧 不懂還有沒有4.0 應該沒有了吧 你今天要講YDD啊 那個給人家講到爛掉了 我不要講啦